開了它 要等一等 它就會立即進出來了 這就是鏡頭的位置 看見它好像這裡一樣 你們要再對它深一點 這是一個Wi-Fi的鏡頭 有時如果有些孔孔 或者塞了一些東西 或者不知道有些甚麼 或者是一條渠塞了的話 也可以靠它 本身這個鏡頭 這個位置是防水的 可以放在水裡面 即是喉管裡面也沒問題 現在開給大家看看 這個裡面主要是有這個鏡頭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是1米 它另外有3米、5米 還有還有10米 這是一個鏡頭 這是一個主機 裡面會有一些吸盤的貼 讓你貼在相應的位置 之後這個是一個USB線 放在電腦上用的 這個是一個普通的充電線 之後這裡會有一些反光鏡 或者有些好像鉗的工具 讓你放在鏡頭面前 刺住東西來用的 之後就是有一個說明書 說明書裡面最主要是 要用這個APP 現在連接給大家看 這個情況之下我們先開一部機 這部機開的方法是很簡單的 按一下就開機 這是一個電源訊號 這個綠色燈就是一個Wi-Fi連接訊號 這個中間會有一個電筒 有需要可以按緊這個按鈕 這樣會有一個好像電筒的用途 按緊的就是關了這個功能 現在剛才已經開了機 你就連接它 留意它這個USB位置 前面這裡它寫著叫鏡頭 就是接駁鏡頭的 後面這個位置寫著充電 不要插錯 將這個電筒插在這裡是沒有反應的 一定要插回雙型的位置 插錯之後 很簡單你會看到它的燈已經開啟了 代表它已經通了電 你可以由這裡有一個位置 調它強光一點 弱光一點 有時你在一些渠位或暗位 是很重要的這個位置 留意它本身這個防水的設計 是這個位置以下 即是這個位置 到下面甚至這個頭 都可以放在水中 但如果你說這個位置 或者連主機都濕了水 那就會壞了 留意這裡不要濕水 我們剛剛已經開了主機 我們現在要將這個電話 跟主機做一個Wi-Fi連接 開設定 進入Wi-Fi的頁面 你要找回那個鏡頭的名字 它全部都是一樣的 都是IN SK AN 字頭 之後後面這個標籤 每個鏡頭都不同 連接 要輸入密碼 正常它全部都是叫做12345678 當然來看說明書它會有寫的 這個密碼按連接 等待它一會 它會顯示連接成功 以連接這樣 要給少許時間 OK 它現在已經顯示了以連接 我們跳出去 開啟程式 OK 我們剛剛已經成功 Wi-Fi 連接了 這樣就可以開啟電話的APP 就是這個名字 開啟 要等一等 它就會立即進入 這個就是鏡頭的位置 你可以去調校不同的位置 例如你的喉嚨 或者是你床下底 看看有沒有一些古怪的東西 當然你做心理準備 因為可能會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例如你看到你的櫃或者管道裡面有些不知什麼東西塞住了 你可以將鏡頭放進去 你可以遷就不同的位置 你找回頭的位置 你看到好像這裡 你要再對心一點 或者你想轉彎的時候 你將它屈一屈頭 迫一迫下去 這樣你慢慢調校位 當然你也可以調校一下燈光效果 讓它看得清楚一點 OK 這條罐其實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些類似一些鋼絲 一些威也的設計 你可以屈它 例如說你可能要轉角 你先屈一屈 再放進去的時候 它的頭就會向著這個方向 你可以預先調校一些需要的位置 再慢慢塞下去 這樣它會鞏固 這樣它會易用很多的